跟女主独处的时候 屋里噼里啪啦的不是爱的火花 而是脸上点了个二踢脚 马上要爆炸 有人说黄景瑜演得油腻 我觉得冤枉她了 油腻霸总的几大代表 比如歪嘴笑的小明 滑步走的杨硕 其实都是魔法伤害 他们会站在办公室里 豪宅里 红地毯上 自信放油 自由的瞬间总是与普通市民保持一段安全距离 辣眼性虽强 伤害性不大 亲密系也基本是遵循 壁东先电后脑梢 有疯难的必须脱外套的原则 与细节处体现霸总的修养和温柔 而黄景瑜的霸总 举高高 好像都要是扔千球一样 他倒不是油 是胸 实在不能怪黄景瑜演技不行 人在不演 轻轻握握偶像剧的时候 明明挺正常的一个男演员 他就是没有苏感 BG男主的苏感就是一种 把你看得很重要的感觉 偶像剧嘛 一枚逻辑 第二枚悬念 观众爱看 无非就是在里面寄托一点想象 想象自己是被珍视和保护的人 既要刺激 又要有安全感 黄景瑜们总是离这种感觉差了一步 去年 今年 两部黑马剧 传闻中的陈千千和 玉遇小舞作 演技 颜值 故事 各方面都说不上顶佩 就胜在很懂苏 陈千千的男主陪女主练舞 故意教他给下盘不稳的动作 眼神牢牢的锁定 等待他站不稳的那一刻迅速出手捞住 明明是个高富帅 还要费尽心思制造这点肢体接触 观众吃的就是 这份又克制 又有点小坏 小舞作里的男主 更是按照时下观众的口味来拍的 探案天才 出身权贵 却崇尚平等 出场就先帮女主解决职业启事 两人被困山洞里表了白 定了情 获救之后 男主还自认危机 状况下的表白 有趁人之危之险 温柔深情 对人尊重 才能踩中当今女观众的苏点 他们的美貌和脾气都服务于感情戏 再说的直白一点 观众在偶像剧里幻想的 是自己征服了男主角 而不是被男主角征服 黄景渔们是后者 只能够表演征服者 一旦强行跟女主温柔专注起来 就总觉得她另有所图 人洗个头 我看着都像要做开颅手术 明明要脸有脸 要荷尔蒙有荷尔蒙 偏偏就是跟感情戏犯冲 有一阵子网友热衷于讨论 女演员的CP体制 比如说杨子 不是最美最会演的 但就是跟谁演情侣都很有那味 其实男演员也一样 酥还是不酥 跟帅与不帅 演技好不好都关系不大 著名代表人物彭于燕 光看照片 多少人隔着屏幕 被她帅软了腿 在悬疑片动作片里 演技就算不出彩 也起码不拉后腿 可如此美好的肉体 一旦要谈恋爱 立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她跟马思纯那张震撼剧照至今 营绕在我的脑海 也别说是什么年纪大了 自然就输不起来 十年前还青春正好那会儿 她就已经是这么看阳影了 彭于燕 表演爱的方式 一直没有改变过 只能够通过大幅度的嘴角上挑 来表示爱的喜悦 混添 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